第127章 撒家的佛像呢 叮 恭喜你获得寺庙大礼包 寺庙将进行新一轮的翻新 你将拥有更多的供奉我佛的位置 并且随机获得一尊佛像 翻新 佛神像 方正一听啊 顿时就笑开了花呀 他正愁如何扩建寺庙呢 气统待劳了 还有神像 寺庙里只有一个宋子观仪 太单意了 如今终于有新佛入寺了 一下子心里的不满全都没了 剩下的只有爽 哎呀 气统啊 这次请来的是哪尊佛呀 方正激动了 不知道翻新寺庙的时候 会随机降临佛的金身 具体是哪一尊 不一定 气统道 那你还等什么呢 翻新呢 方正大笑 然后赶紧出了寺院 当初寺院翻新的场景 他还历历在目 那画面跟美国大片似的 你确定现在翻新吗 系统问 方正想了想 上次翻新 不少他的私户都被系统给扔了 赶紧跑出去 桌衣板凳搬了出去 免得再被处理了 全部弄好后 方正道 哎呀 真累啊 开始翻新 方正捂着心口 心情无比激动复杂 紧张而又严肃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想着寺庙翻新后会成什么样子 就在方正心急如焚的时候 寺庙里却迟迟没有动静 等了十多分钟 还是没有动静 方正急了 问道 系统啊 咋还不开始呢 开始啥 系统问道 开始翻新新寺庙 方正叫道 翻新完了 还翻新什么 系统理所当然的道 方正差一点 一口老血被气出来 怒道 这就完了 你家做工程也太敷衍潦草了吧 你当我是傻是不是 我每天打扫寺院 寺院什么样我不知道 这寺院分明就没有变化吗 呃 那你想怎么变化 只是翻新 你当时是扩建啊 翻新当初就帮你翻新了 这次只是锦上添花 改变了一些小东西而已 另外 新佛到了 就在大殿当中 另外 系统不会再帮你扩建寺院了 突然出现一座房屋 这会给你带来无穷的麻烦 所以 你最好还是自己想扩建的办法吧 系统慢慢吞吞的道 方正真想骂娘啊 然而系统说的也没错 如果系统直接给他来一个大雄宝殿什么的 他有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楚啊 天降神迹 估计国家就算不管 那也麻烦事不断的 想到这里 方正的心情也舒服了不少 一抬头 方正终于发现不一样的地方了 一指庙三个大字变成了一指四 而且这三个大字比之前的字更加庄严肃穆 大气磅礴 你一打眼看过去 仿佛有龙在上面盘着似的 方正眼睛顿时就直了 这是龙佛文书 真正的龙佛文书 这是翻新的福利 佛祖亲笔书写的龙佛文书牌匾 镇压邪碎 安心宁神 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 如何 系统有点得意的问 方正良言一番 你又比撒呀 又不自你写的 不过方正心里十分的满意 一指庙当年并不是供奉宋子观音的 而是供奉鬼神的 在那个年代 鬼神比佛流传的更广 后来破四旧 一指庙就被砸了 再后来一指禅师来了 将里面的鬼神送走 请来了宋子观音 成就了如今的一指庙 不过这事也是一个传闻 具体是不是这样 反正也不清楚 毕竟年代已经很久远了 而且那个年代的事情 也没人愿意提 方正问了几次 无果后也就不问了 不过有一点方正是清楚的 主尊供奉佛菩萨为寺 主尊供奉鬼神为庙 只是方正不明白 为什么一指禅师 一直挂着一指庙的牌子 没有换掉 有可能是穷吧 换了就没心的弄了 不过如今也算是彻底换掉了 虽然更加正规了 不过方正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 那个牌子也算是一种念想吧 摇了摇头 方正走进了寺庙 来到了大殿门口 大殿之上也多了一个牌匾 写着神龙一般的汤金大字 这正是龙佛文书万佛殿 哎呀万佛殿 好家伙 这名字够霸气的 不过我这小殿 你说供奉一尊菩萨都够挤的了 弄个万佛 佛祖估计都要被挤怀孕了吧 对不起对不起 方正心中坏坏的想到 一步走进大殿 方正愣住了 随即惊叫出声 西桃 西桃 你给我出来 我家佛呢 我佛像呢 你给我吃了 方正叫道 激动什么呀 大殿太小 佛像取消了 给你挂了一个万佛牌 西桶道 方正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最终定睛在供桌上面 后面的一个墙壁上 总之就是挂了一个金色的大布 布上 偏下的位置 多了三个人的画像 中间的一身白衣 面容慈祥无比 怀抱着一个孩子 正是宋子观世音菩萨 菩萨两边站着一男一女 神态栩栩如生 肌肤白里透红 男的帅气 女的美丽大方 正是金童玉女 而在宋子观音菩萨边上 还有一个画像 此人千手千眼 全身绽放出五亮光 面容依然慈祥 仿佛有千万人一般 方正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神像的身份 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 系统啊 我觉得大殿应该改成观音殿了 方正苦笑道 没想到随机抽来的又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 观世音菩萨有33个化身 要是照这么下去呢 方正估摸着 他就能集齐观世音菩萨召唤佛祖了 只是一个念头一闪而过 对于观世音菩萨 方正还是很有好感的 观世音菩萨也是世间供奉最多的菩萨之一 无论是形象还是所代表的种种 那都是好的 牵手牵眼的观世音菩萨 简称为观音菩萨 相对于功能单一的送子观音 牵手观音的能力那就太多了 基本上可以满足终生一切愿求 不过主要的还是庇护功能 守护众生 方正双手合十 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然后再看了看佛堂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了 退出了万佛殿 方正笑了 以前的一纸庙只有送子观音 不少人的愿求无法满足 如今有了牵手观世音菩萨 总算解决了这个尴尬的问题 回到后院 后院没什么变化 只是当方正回到房间的时候 恶人的发现 床上放着一块牌匾 走过去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 一纸庙三个大字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小伙伴们 请随手点赞 你们的爱心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 抱全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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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